啦啦啦啦啦啦啦 睡过了潮潮 闹闹 老的操场 天空在偷偷 默默泛黄 回家的路上 撩着明天的窗 会透进什么颜色的光 睡前的鬼故事 吓得我不敢去想 让我入睡的是你温柔肩膀 梦想是伸出手就可以握住的是 喜欢这样自信的你 虽然没有好花员 夏天炎热冬天亮 可是只要你的脸 一直挂着笑脸 就会晴天 也许有钱我便胆想 不再做梦飞得高 你要我提醒自己 试着面向阳光 再一次飞翔 再一次飞翔 喂 有病啊 打来不讲话 挂了 等一下 是我了 哪位啊 没名没姓的谁知道 关强你 我 干嘛 没干嘛 我打错了 我 我 喂 关强你 找我干嘛 我就说我打错了 最好是有话快说 那个 我现在问你了 那天那两个男的 还要不要再去找你麻烦 你说那天K你那两个啊 是追打你的那两个好不好 没有 他们应该下得躲起来了吧 说你的事 遇到你这么恰伯伯的人 你要参与一点 知道就好 小姐 那垃圾帮我清一下 好 马上来 我要马上跟你讲 你现在在KTV喔 真的好吵喔 我又换工作了 我在酒店上班 我是酒店小姐 很意外吧 你真的很会骗人 去忙了 拜拜 拜拜 最好有酒店小姐长得 怎么想太美了 二姐 你现在回来的时间 怎么越来越晚 服务业嘛 总是得帮客人做完 怎么能下班 你过来 这给你 这是之前跟你借的钱 下马给你 二姐 你不用急 你赶快回去嘛 我最近客人变多了 真的假的 以前服务的客人会的早上门 也有些新的客人 算是渐入佳境 那真是好事 二姐 恭喜你终于出头天了 完成你了 她刚刚有打电话回来 她要拿婚纱照去给颜辛娘看 是 好累 好累 二姐 二姐 你现在这么忙 怎么跟二姐夫约会 你不要这样乱叫 我已经叫习惯了 反正我也在忙工作 她也在忙自己的事情 这样也算刚好 哪有人这样谈恋爱的 二姐 我觉得 你应该多关心二姐夫一点 关情你 你家住海边 管那么快 我是为了你好 谈恋爱总不能太酷吧 好 那你就教我怎么关心 你这个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专家 最好赶快传授方法给我 不然我就 好 不要再求我了 二姐 不然你教我几招好了 我只是觉得 每一对男女朋友在一起 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相处之道 有些人喜欢整天溺在一起 也有些人喜欢各自独立 各有生活空间 各有些人喜欢照顾人 也有些人喜欢被照顾 就这样 选自己觉得OK 又乐在其中的方式在一起 是最好的 那你是哪一种 我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一定不是那种 喜欢整天溺在一起的 看得出来 可是二姐 我真的很想鼓励你跟二姐夫 多出去约会 多出去走一走 而且我还想掌握你们 晚一点回家 甚至一夜未归都没关系 可是都没有机会 你神经 我都已经这么累了 还一夜未归 你不用太关心我的恋情发展 关好你自己就好了 我现在都已经考上大学 而且我很乖巧的在打工 我把自己管理得超好的好不好 最好是 那你呢 生活最近有什么发生新鲜的事 没有 你去打工 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好玩的事 其实有 我最近认识一个新朋友 但是也称不上是一个朋友 女生 终于有机会认识女性朋友 关强你 你的春天是不是快到了 什么春天 那个女的超恐怖的 我都被她虎过好几次 而且她那个又酷又狠的表情 超诡异的 这么夸张 只是我在想 她常常这样这么酷 这么凶巴巴的 一定跟她的成长背景有关 她怎么了 其实我也是不小心知道的 她说她是一个孤儿 因为她爸妈在921的时候 就已经过世了 原来如此 那你们的互动有聊过这个吗 还没有 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多大 大概才国小而已吧 可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那个天遥地动的感觉 超可怕的 关强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女生跟你年纪差不多大 在她这么小的时候 就在一戏之间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所有 她的心情是怎么样 她的生活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一定很害怕吧 心里面充满恐惧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克服这个恐惧 我们真的很难想像 对不对 是真的 你看我们家从小到大 虽然我们不有钱 但是最起码 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在一起 从来没有分开过 爸也跟我说过 我们家就是因为穷 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可是我们家真正有的财产 就是家人 还有一家人的爱 知道吗 我懂了 所以那个女生不是穷 而且是真的一无所有 关强你 你认识这样子的女生 不管她是酷酷的 还是凶巴巴的 她还是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关心 总之她是你的朋友 你知道该怎么做 菲姐晚安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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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怎么来了 我给你买宵夜来 趁热吃 谢谢 你怎么还在工作 最近多接了几个案子 所以比较忙 工作要做身体压库 这不都你告诉我的吗 知道了 好了 我来用 赶快过来吃 是咖喱饭 对 快点一起 一起吃 一起吃 多吃一点 不用了 你留着自己吃 小语 这钱你留着 干嘛啦 妈 不用啦 没关系 你收下 一个人在外面住 身上多留点钱总是好啊 以备不食之需 真的不用了 我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没有再跟爸拿钱了 我已经长大了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不用好不好 快吃 喂 是 我现在已经尽量再赚了 我知道我会赶快赚给你们 好 拜拜 小语 你就接这几个案子 到底够不够你生活用啊 认识学历钱当然不够用啊 因为以前我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 可是现在被学历影响啦 我现在买东西只买需要的 而不是买想要的 现在吃东西我也是尽量吃的营养 简单一点 现在过了这么朴实的生活 再加上我又多接了几个案子 钱当然够用啊 而且我现在很喜欢 花靠自己赚来的钱 这样会让我觉得很踏实 也很有成就感 果然爱情的力量很大喔 总之啊 我现在很喜欢跟雪莉 一起在社会大学奋斗的感觉 我觉得我想要希望我自己更好 因为这样雪莉跟我在一起的话 她会更安心也更有安全感 嗯 妈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嗯 加油 嗯 妈 那个啊 设计师的剪刀都在哪里买的 你 你问这个做什么 嗯 嗯 哦 是想要靠自己赚的钱 买礼物送雪莉 那保密喔 没问题 明天呢 我就把厂商的电话跟地址 简讯给你 好 谢谢妈 加油 嗯 大蓝 你醒了没有 妈 妈 我起来了 大蓝 嗯 我看你昨天回来以后 都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妈 我没事了 您别为我瞎操心 那你今天要不要写稿啊 要不要陪我去看你爸爸 您今天想去看爸 是啊 今天是你爸生日 平常的时候 他生日我都会煮一些 他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想带一些 他喜欢吃的东西 给他过生日 妈 对不起 我 我竟然忘了爸的生日 没关系了 妈记得就好 你脑袋瓜子要想故事 没关系 你爸不会怪你的 好啊 那我们去看爸 给他过个生日 说明我也好久没有跟他讲话了 谢谢 妈 我去呗 关奶奶 您早 早 大文在家呢 是 你妈呢 妈妈在里边 关奶奶 呦 今儿穿这么漂亮要出门呐 老大找我有事 我找你有什么事啊 你昨天不是说要到我们家找我吗 我就一路等你等到睡着了 所以今天起床赶紧看看你 我找你有事啊 你找我干嘛 我哪知道你找我干嘛呀 你不是说嘛 跟我到早餐店去喊喊欢迎光临 挺有成就感的 你 你 你该不会忘了一干二净吧 什么 有吗 哎呦 我还真忘了一干二净 不过 现在我跟我儿子 要去看他爸爸 那我今天就 不到店里陪你了 啊 你 你是要去看你爸爸呀 是 关奶奶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 啊 好 那就好 那你们赶紧走 我明天早上再来找你啊 好 好 关奶奶慢走 好 对了 帮我跟你爸爸说 帮我跟你爸爸上乳箱吧 谢谢关奶奶 可以 关奶奶慢走 妈 东西都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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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别忙我了 您歇一会儿 现在店里没客人 我一个人来就可以了 哎呦 你累了一上股了我来吧 哎呦 您歇一会儿 您歇一会儿 没关系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对啊 哎 昨天哪 我给你留了个字条 就是珍妮那个订喜酒的餐厅 打电话来 你给回话了吧 哎呀 您不说我都忘了 我一会儿回去就打 还有呢 那个什么印刷厂啊 打电话来问那个喜帖 要叫贵 问问看上面有个错字 好好好 对了对了还有呢 我那房间里头啊 还有一些喜饼 那给谁的 珍妮说那是要送给她同学的 你放心 我会叫她赶紧送过去 这喜饼再放可就不新鲜了 是啊 别像上回凤梨酥一样的 又爬蚂蚁又惹老鼠喊 哎呦 哎呦 你看看这个家呀 美乡姨不在 没人做主 什么事乱七八糟的 哎 哎 爸 您现在可知道 您这个儿媳妇 可是多能干啊 嘿嘿 我给您倒杯水喝 也不过就是打打砸嘛 我也会 嘿嘿 嘿嘿 哎 贵老妈 哎 怎么今天刘妈妈 没有来店里面 喊欢迎光临啊 啊 我刚才找她去了 她说今天要跟大轮去 看老刘 老刘今儿过生日 是啊 哎 刚好 有些事情 我想跟您说一说啊 您看 请刘妈妈到店里面来帮忙 热闹热闹 这是我的主意 可是这么几天下来啊 我反而觉得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要说起来 算是我们在帮她忙了 妈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人家帮我们也不少啊 您别说 刘妈妈在店里面啊 忙进忙出的还真认真 从一开始啊 根本不敢开口说话 到现在可以送餐忙着招呼客人 哎 美香不在这几天呢 她真是帮了大碗吧 哎呀 也是啊 哎呀 刚开始我挺担心的 我身怕把她找来之后啊 往那门口一摆 撑着招财猫了 就光说一句欢迎光临 还不错 还能做点事 是啊 唯一的就是点餐的事 不敢教你她 她那脑子 那记性 不行啊 那真是啊 刘妈妈好像向来记性就不太好 这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怜哪 你看看 她那年岁跟我差了一大截呢 那记性比我要差多了 前两天哪 我让她试着点餐 那客人说啊 要个冰茶去冰 结果她愣是就打了一个热豆浆 还有啊 我到她家里头去看她呀 她就那么一会儿功夫 就连续给我倒了三杯茶呀 哦 还有更严重的呢 大伦跟我说有一天晚上 光煮晚餐她煮两顿 这真是要命啊 是 怎么会这样呢 关奶早 早 一大早 一大早 关奶精神那么好 刚说刘妈妈怎么了 不是 就说刘妈妈呀 她这记性老犯糊涂嘛 刘妈妈会吗 刘妈妈走了之后啊 刘妈妈的记性啊精神 是越来越差了 提武 你帮忙忙想一想 看有什么办法 找点事情让刘妈妈忙一忙 让她可以更开心 精神更好一些 我那天啊有看到一个新闻 说现在很多长青学院啊 都很鼓励老人家去打麻将 说打麻将可以刺激脑神经 让老人家多动脑 而且还可以连衣活动 有社交活动 好处很多呢 打麻将啊 咱们就要刘妈妈去赌钱 就不太好了 关北你落伍了啊 现在很多社区啊 都会定期举办老人家 马上大赛不赌钱 存联谊的 是吗 那听起来还不错 不错是不错 不过连我都不会 我看这个妈妈大概也不行 糟糕了 对 关北 我刚刚有叫一些货 都来了吗 货送到了 我给你堆在仓库里边 我还来不及点呢 没关系 我来叫 好 你看看 好 谢谢啊 谢谢你啊 不快 义武啊 辛苦了 来 喝杯凉的吧 谢谢关北 最近好久没有看到好好了 怎么了 她还好吗 很好啊 我等一下就会借她了 小瑜家里啊 这两天有些事情 好 要过来我这处几天 一会就会看到了 小瑜家出了一点事情 你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嗯 哦 对不起 我不是要贪人隐私 只不过最近啊 王老师跟美美他们两个 出了一点小状况 我是担心 是不是王先生 他还是不高兴他们两个 在一块儿的事情 恐怕 恐怕 王辈已经没有力气 再去烦恼王老师 跟小瑜这件事了 这什么意思啊 关北跟王辈也算是朋友 这件事情 应该也让您知道 王辈她 拜正复发 而且转移了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爸 他应该不会寂寞吧 你刚才 都跟你爸说了些什么 我就跟爸说 最近家里面一切都好 请他放心 妈 那您跟爸说了什么 我 我跟你爸在一块儿 哪有我说话的份儿 都是他在说 我真不知道 要跟他说些什么 那 爸跟你说了什么呢 那还不就是念我 葱烧黄鱼的葱放少了 珍珠丸子锁得太硬了 妈 我最爱吃您做的黄鱼了 饭都可以多吃好几碗 你都不记得了 你小的时候不吃葱 也不吃鱼的 我小时候不吃鱼呀 你小时候 我爱吃的东西可多了 而且 你小时候身体不好 一天到晚生病 天天 你又嫌药粉苦 我们带你去看医生回来 要是拿回来吃药粉 你的牙齿 就咬得紧紧的 不肯吃 我小时候脾气这么坏啊 你不是坏 是你脾气剧 你的老爸 老实说 是那个时候的黄莲 让你吃坏了 黄莲 我什么时候吃过黄莲啊 当然不是你吃是我吃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 你的黄胆很严重 人家就告诉我说 是黄莲对你好 可是那个时候 你还不满一个月 我哪敢让你吃啊 我就想 反正是喂母奶 我来吃黄莲 我多吃一点 这样你又不是吃到了吗 但是就因为那样 弄得我手脚 发冷了好多年 妈 我小时候还有哪些事 您说给我听啊 好玩 不然我脑子啊 越来越糟 好多事都记得起来了 你还记得我以前 常带你到公园去玩 记得 可你知道 为什么 我们要带你到公园去玩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爱睡觉 爱看人 跟小朋友玩 大概 因为你是独生子吧 你遇见别的小朋友 你就特别开心 其实 你小的时候挺活泼的 也喜欢往外跑 要不是你爸 就是我 得一天到晚 盯着你的屁股后头 看着你 而我的泪就好像 我才明白 听到想来 谁说一心跟着 未来的光彩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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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与其你自己一个人 坐在这边难受 不如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 让自己情绪好过一点 判断 槣敏 知道我爸的事 欸 义武都跟我说了 怎么样 你父亲,他知道吗 五位祥愉 打算玩着他 不过医生说 情况不好的话 不可能要截肢 奇怪的是 你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我反而一直想起一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你都想起什么呢 我记得小时候 爸很老 但是他只要有空 偶尔回来吃晚饭的时候 妈就会把我推到他身边 要我跟他报告 学校的进度 我的成绩 今天是不是就考第一名 那听你说了之后 你爸爸应该很开心的 不是 我不知道 因为他总是面无表情的 我永远都猜不到 他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现在想起来呢 有几次他听了我说话之后 就跟我妈说 倒杯果汁 还是杯可乐给我 官员你知道吗 我们家小孩子呢 在吃饭时间是不可以有饮料的 我想 这可能是他满意的意思吧 可是又有一次 我打球扭伤了脚 老师跟同学把我送回家 那是我第一次扭伤脚 我痛我眼泪一直流 妈呢 就把我放在床上 喂我喝水 拿药给我吃 结果到了晚上 爸回来的时候 他看得我 肿得像棒球一样的脚踝 居然只是冷冷地说 男孩子 受一点小伤 哼哼哼哼什么 下来自己走 不准人伺候 那时候 我真的恨死他 其实这些事情 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想起来 你知道吗 去年我爸在做化疗的时候 对于那些副作用 他连眉头都没有咒不下 他是多能忍耐的人 但是这一次 他竟然连站都站不稳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 他还承受多大的痛苦 对了 医生有没有提出什么治疗计划 他们说这两天会通知我 不过情况不是很难关 不怕你笑话 我刚被诊断出 罹患大肠癌的时候 我的脑筋是一片空白 我只记得那天 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忍不住 眼泪一直掉 虽然我也知道 现在的医学很进步 治愈率很高 可是一时之间 我还是觉得晴天霹雳 是 当我爸第一次诊断出癌症的时候 我也是这个感觉 虽然医生医治不断跟我强调 癌症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是绝症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本来想 这次复发 有过上次的经验 我们能够更容易接受它 结果 这是很正常的 我在医院里面当志工 每天看着这么多的病友跟家属 你相信我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 你千万不要感到沮丧 这段时间下来呢 我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可以跟你做分享 不建议占用你一点时间吧 其实呢 很多病情复发的癌症病友 他们很容易就会丧失对抗病我的斗志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家人 病友的家人们 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不断地给病人打气 给他们勇气 这我知道 就说一句 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 那些痛苦的副作用 加注在我们病人身上 那是很直接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承受 可是如果病人 有精神上的支持的话 那会比较容易熬得过去 就拿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吧 不管是我太太的经历汤 我母亲对我的精神喊话 还是我孩子们写了我的卡片 他们的陪伴 这都是不断督促我 绝对不能放弃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 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我也担心啊 我爸爸能不能再承受一次这样的打击 还有小鱼 在这么重要的时候 他竟然比我这个做哥哥的还要坚强 我只是 真的觉得我自己 王老师 你吃过饭团吗 吃过 你看一个饭团要好吃 那是不是得把所有美味的食材 紧紧地包在一块啊 我以前常常在想 我们家呢 就好像是一个饭团一样 里面包满了来自南方北方的各种美味食材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饭团 只是各有各的风味 然而我们每一个家庭所承受的打击 所面对的压力都不一样 可是这却都是老天爷 为了让这个饭团能够更美味 所给我们的功课 所以我们应该要正面地承受这些压力啊 这样子才能让家这个饭团 能够包得更紧实 更好吃啊 你说有没有道理 谢谢官方被这些经验之谈 我会记住的 有什么好谢我的 我还要谢谢你在这儿听我啰嗦呢 有一件事情官贝贝 我想麻烦你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 有关于我爸的真实病情呢 我跟小鱼希望先不要让大家知道 一直到我们跟医生讨论过疗程之后呢 治疗方法之后呢 再跟身边亲近的人讨论 好啊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 麻烦您千万不能告诉美美 为什么 美美希望能够冷静一下 我希望能够尊重她的决定 所以我不希望这个 成为她留在我身边的理由 并且 我现在自己思绪已经一团乱 我没有办法给她任何承诺 所以 千万不要告诉妹妹 好吗 我刚刚遇见王老师了 所以 我想过来了解一下王老师她爸妈的病况 其实我刚才与财又看了一次研究报告 老实说 情况非常不乐观 这么严重啊 是啊 她的癌细胞已经开始转移了 加上她之前 对疼痛不是很在意 所以延误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还在做一次更机密的检查 才能确定 那么 会需要动手术吗 不能 因为我们考虑到了王先生他的整个年纪 体力还有精神状况 我强烈地建议骨科跟腫瘤科医师不能开刀 怕对王先生的精神打击太大 再加上他的腫瘤的范围 爸 那 不能开刀 你们的建议是化疗还是放射治疗 当然一开始我们会采取合并的治疗啦 不过现在有最新的药物型治疗法 我们先评估风险之后 才考虑让家族使用 最糟的情况 会建议家族采取安宁灶 怎么会这样啊 这王老师他爸爸不是已经做过化疗了吗 怎么会搞得癌细胞扩散呢 妈 其实癌细胞的转移啊 是很常见的 这是王老师他爸爸 这转移的速度太快了一点 之前定期追踪检查的时候 都还没有发现 不过永志也说了 很可能是病人他自己 平时没有留意一些征兆 所以延误了发现的时间 那说到这儿你得给我注意了啊 你要是到医院里头去做检查的时候 你哪怕严实比平常多了一点 你都要让医生知道 好 晓得吧 我晓得 还有啊 像什么睡眠啊 饮食啊 该给医生说的都得说自己都得小心 我一定 我一定照办 您放心 我自己就算不注意啊 美香也饶不了我 美香现在不在 你就得听老娘的 好 我听您的 妈 可是我觉得呀 病人他自己的心态也很重要 像我现在呢 就不断地提醒我自己 我说呀 我可别把自己当成个病人 要把自己当成正常人 过正常的生活 要相信自己啊 已经康复 已经没病都好了 这么想 心态就健康多了 这个身体健康啊 心理健康啊 都是很重要 这彭老师的爸爸 这阵子够遭罪的 是啊 不过也还好 有个儿子在身边 您别说 连小鱼都回来了 可惜呀 在这个节骨眼上 美美不在呀 妈 美美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美美还不知道 那得告诉她呀 我也在琢磨这件事 不过王老师特别交代我 可千万不能让美美知道 不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打个电话 给美美 让美美知道 美美心里头是有王老师的 这你打给她之后呢 该怎么做 她心里有数的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带的 小鱼啊 你抽屉检查看看 对啊 好 才住了两天会有什么东西啊 瞎忙 多检查两次哪算瞎忙呢 你就是这么啰嗦 小鱼啊 你这次回义国 干脆把你妈带过去算了 过两天安静的日子 爸 我真的好想带你去义国看看 好 除非手续都办好了 岳峰 爸 你妹如果回英国 我还真想跟她过去 走走看看 还有机会出去走走啊 爸 那有什么问题啊 爸 只要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你要去哪儿 我们都战神了 就这么多的药 吃了就会健健康康吗 医生说这些药 爸 医生的药品呢 种类会开得比较多 比较仔细 是希望能尽快把你病情控制住 我们就听专业医生的建议跟安排 您很快就能抗肤的了 我自己清楚得很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的难关 处理了多少的危机 难道就只能靠这一代一代的药 您不需要骗我 爸 您就听医生说 您只要按时吃药 多休息 保持心情愉快 对 医生特别叮嘱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呢 您千万不可以逞强 一定要赶快回来门诊 不可以拖到你定期检查再回来 我可不可以说那么多废话 爸 您身体不舒服 心情不好 我们都知道 没有关系 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看 小鱼 妈 还有我 我们都是你最亲密的家人 所以我们一定会团结 直接在一起 互相打气 然后把所有的勇气 都给爸 要直接回家 老师姐 爹 不要跟我跑去我看 知不知道 大家打给我 好 老师姐 拜拜 拜拜 这有什么东西忘记带 晚餐吃了吗 我去看看冰箱还剩什么可以弄来吃 我去看看冰箱还剩什么可以弄来吃 妹妹 我都知道了 我 我明白 你爸现在状况还好吗 已经出院回家了 那精神呢 精神又好一点吗 精神当然没有以前好 他是自己一直说他自己没事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病狂 你就先按照你爸的生活步调来陪伴他 陪他养病 我先去弄晚餐给你吃 才可以回去赶快陪你爸 贝贝 你会回来 表示已经想清楚我们的事了吗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的问题是 你会回来的 我先去弄晚餐给你吃 我先去弄晚餐给你吃 你才可以回去赶快陪你爸 贝贝 你会回来 表示已经想清楚我们的事了吗 我们的问题是 不是目前最重要的 你爸的身體狀況 才是最值得你關心的 不是嗎 當我聽到你爸的事情的時候 我當下就決定回來了 沒有太多憂慮 因為我知道 你現在最需要有人在旁邊 支持你 陪伴你 不管未來如何 如果我會不會一直是那個人 但至少 我會陪你走過這個難關的 記得回程過去的 你要有信心 好嗎 謝謝你 對不起 我現在還無法給你喝酒 我會陪你喝酒 但是我真的謝謝你 謝謝你沒有在這個時候 留下我了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弄晚餐給你吃 我去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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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去弄下 我們家客廳電視集這麼大 你怎麼不出去看呢 盯着这个电脑小萤幕看电视 我回家一样 那韩剧好几集都没有看 光抢你 在网络上帮我找到的 这网络上播的有没有版权呢 网权 好像网络上面播的 很多都没有版权 我看你还是不要看的 你真的那么爱看的话 我给你买一套正版的 你在家里边慢慢看 一次看个过眼怎么样 等一下 快要结束了 等一下 结束了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 没什么 光抢的 你知道吗 现在这网络真的好可怕 上面什么都有 关强你说 什么现在有一种什么部落客 他说你可以把一些 什么阿里布达的事情 写在上面 然后会有很多人来看 有时候我一天都好几万人来看 然后你就会红 然后你就可以写书 你就可以代言 你就可以赚好多钱 真的好厉害 所以说 是不是谁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事情 把它放在网络上面 对 关强你说这个叫做部落格 部落格 对 现在很流行 你要不要申请一个 你可以把你写给儿子 或者女儿的信 都往我放到上面去 就很多人会来看 那你就会红了 我才没有那么想红呢 不过如果真的有机会 可以在网络上面写点东西 我就不想写给儿子女儿看了 我想写给其他人 让更多的人看到 那你想写给谁看 是这样子的 自从我生病以来 一直到现在 我才发现 其实有好多人呢 对于健康的尝试啊 医疗的尝试 其实都是很缺乏的 就拿王董这种 有社会身份地位的人来说吧 他自己生了病 可是呢 对自己的病况 却充满了无知跟恐惧 我是想啊 你记不记得 我们也在医院里面 常常看到这种人 有很多人呢 不按照正常的医疗制度来走 偏偏要信这个偏方 把那个偏方什么的 还有很多人求神问补 所以延误了医疗的时机 可是邱太太有介绍我们 去看中医啊 那当然了 看中医的人是很多 但是就是怕碰到密疑 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啊 我这一路走来 有很多的经验 很多感想跟心得 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 再加上现在 我在医院里面当志工 我所搜集到 学习到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 强妮说的那个部落格 真的可以用的话 那多好 我可以在上面 把这些东西都洗出来 让更多的人看得到 对 你赶快把它写上去 一定可以帮助很多人 然后还有我的那个养生餐 还有蔬果子 也可以写上去给大家看 就是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可以透过网路 帮人家不是很好 我们自己一路走来这么辛苦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经验 分享给人家 让人家少走一点冤枉路 只不过我打字的速度 你也不是不知道 实在是太慢了 我有这个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 来 你坐下 那你教我打 好不好 说不定我打得比你快 如果我打不快的话 我就叫关乔妮 或关雪莉来打的话 没问题 他们一定打得很快 好不好 美香 我这一辈子 就是最喜欢你这个 天下无难式的个性 好像你的眼前都没有问题 什么事情到你的眼前 都可以解决一样 可是美美的事 我就没有办法天下无难事 还是解决不了 美美 美美现在打算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想她自己也不知道吧 一切顺其自然 看老天爷怎么安排 不过我自己在想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这个大姐一定永远在她身边 你这是什么话呀 还有我这个姐夫呢 还有我们一大家子 我们全家人都让她靠 好 好 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参加考试 怎么会这样 学姐 不是跟你说私底下不要叫我学姐吗 卓秋 你怎么了 为什么手会发抖 而且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是因为紧张吗 还是因为太久没有拿剪刀 新书了 都不是 是因为我之前喝酒喝半年 才会变成这样 怎么会这样 自从发生 发生那件事之后 我晚上不喝酒 我就睡不着觉 刚开始我说服自己 睡前喝一杯啤酒 就好了 可是不知不觉 一杯啤酒就变成一杯红酒 一杯红酒又变成一杯烈酒 等到睡醒之前 第一杯饮料是酒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你知道 女生一个星期可以喝多少酒吗 十四杯 我一个上午就超过了 我把我这几年赚来的钱 全部拿去买酒喝 养酒喝不起 我后来就喝米酒头 这个征兆有多久了 已经两三个月了 我就是发现 手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我才会借酒去卖便当 可是我真的太天真了 我以为借了酒就会好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 我看了 可是医生说 我恢复的几率很大 可是他不敢说要多久 现在就只能吃药控制 你记住 药一定持续吃 情况才会改善 既然有戒酒 应该不是问题 可是下礼拜还有一个减法考试 是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要不要我跟老师说 多给你几天准备 多给我几天也不够 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老师还说 赵苍大师来的时候 又留一个名额给我实习 可是你现在看我这样 真是太丢脸了 老师都愿意给你机会了 你为什么要急着自我否定呢 球球 你一直在没法工作上面 都非常地努力 以前 给我最多帮助 和照顾的也是你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到 以前的球球 甚至会更好 再说 又不是明天要考试 招商老师也不是马上来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一定有时间 只是可以一起努力的 真的吗 你等我一下 我已经跟可威说了 有客人的时候在叫我 我现在有时间就陪你练习 雪姐 都跟你说叫我雪莉了 过来 是这样子的 热毛巾可以帮助雪莉循环 说不定热敷了之后 你拿剪刀的情况会改善 热敷完以后 我就陪你练习 一定让你在下周之前恢复 我现在 我现在 喂 你好 是 我是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肯定 对 还有机会吗 还有一个案子要帮忙 是不是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保持联络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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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不好意思 要洗澡 但是要不要予料 可以吗 等一下 雪莉 那边来了一个超帅的日本客人 可是她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没关系 我来 你好 我要洗澡 但是要不要予料 可以吗 我一直爱着过去 爱着你 而我的泪就好笑 我才明白 听不上来 全手迷信 看着我来的光彩 你好 要洗澡 我需要洗澡 但是要不要予料 可以吗 好 好 洗澡 这位客人要洗澡 是现在所有的助理逗客人 至少还有二十分钟 怎么办 可以找球球 她现在应该有空 不行 球球现在力道不够 所有的客人都在抱怨 这时候 好像不能再打击球球的信心了 不然我来接好了 你是设计师 这样做好吧 没关系 这边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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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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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个髮型吗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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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听不太懂日文 我说 は 然而你会说中文 一点 我在北京工作过 会听 会说 可是不爱说 那我可以跟你说中文吗 我说慢一点 如果你听不懂 再跟我说 OK OK 我应该是16岁开始学美法 高中是学美法的 19岁开始在法玩工作 那你很厉害 刚刚设计师很快就很厉害 学校都在教什么 跟美法有关的都有学 可是出了社会之后 学到了更多 你每天要工作多久 大概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吧 很辛苦 不辛苦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一点都不辛苦 你很喜欢美法吗 喜欢 我从小就很喜欢美法 小了彩虹 还有遗忘无几率草原 突然怀念自己 曾经笑的纯真的脸 世界在变 更是同一片蓝天 总有一天 挣脱束缚的剑 我用力反常这心里面属于我 你不遇见我的梦想 一步步一步步 你的髮型本来就很好看 所以随一随一顺 也非常自然 也很有趣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那你还满意吗 嗯 是因为你的名字是 我叫雪莉 雪莉 雪莉 大雪的雪 茉莉的莉 大雪 雪 大雪 雪 雪莉 酷 Sakura先生 愛姐 你改了班機 怎麼不先對我說呢 我想給你一個驚喜 先生 你還是跟以前一樣 喜歡當客人 偷偷觀察 那這次來 你覺得我們店裡 有沒有進步 洗頭當它設計很舒服 服務也很好 雪莉洗頭技術還不錯 那它造型的技術呢 還可以剛好 那這次上課請你麻煩 要好好的訓練他們 我會盡力的 這次協助上課的助理 有三位人選 等一下我請他們進來 你面談他們之後再做決定 我已經決定好了 一起來 都是 好 老闆 真的很對不起 我不知道他是招昌老師 要不然後我一定 沒關係 妳不用道歉 妳做得很好 蕉操老師對妳洗頭的技術 很滿意 另外 蕉操老師決定 由妳來做這一次的上課助理 真的嗎 謝謝老師 妳先不用謝 助理除了協助上課之外 還要負責接待和接送的工作 這麼重的工作 妳真的可以負擔嗎 雪麗 我可以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很好 那有些細節我要先提醒妳 蕉操老師她對助理非常嚴格 妳要有心理準備喔 跟她約定的工作時間要絕對準時 每一次上課要用的東西 要再三的確認和清點 還有啊 隨時要把她交代的東西筆記下來 她不喜歡同樣一件事情講兩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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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盡全力做 有任何問題隨時問我 我知道 老師 對 還有一件事情 這是我一點點祝福 麻煩妳幫我轉交給妳爸媽 因為甄莉結婚的時候 我跟昭桑老師在香港參加研習會 沒辦法到 老師 妳太客氣了 我爸媽肯定不會收的 我堅持 妳只要幫我轉交 如果他們真的不收的話 我再跟他們說 好了 就這樣了 妳繼續吃飯吧 謝謝啊 請問大設計師 有空陪我這個小設計師吃宵夜嗎 你什麼時候當上設計師的 從我去到案子第一天之後 而且我今天交稿以後 他們看完我的稿子超滿意的 是嗎 那恭喜你 這樣我也有資格叫設計師吧 有 大有資格 那你挑個地方 我請你吃宵夜 不用 我們各不各的 因為你絕對不可能讓我請客 那我又不想讓你為了我花錢 所以為了避免我們浪費時間吵架 我寧願吃虧一點的各不各的 哪裡吃虧啊 身為一個男人 不能請自己女朋友吃飯 這對我的自尊心有很大的打擊耶 我要承受這麼大的打擊 還不吃虧嗎 原來如此 所以囉 為了不再讓我的自尊心受到打擊 我們吃一頓宵夜了解 那請問你 我們要吃什麼 帶你去個特別的地方 帶你去個特別的地方 這裡我們不是來過了嗎 嗯 那哪裡特別啊 這是我們認識 第兩百天的時候 一起來吃宵夜的地方啊 所以呢 所以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記得這裡啊 我還記得那天你餓得要命 我也是 然後我們好像連手 課了六盤烤肉 真的嗎 好像是耶 可是 你確定那天真的是我們認識 第兩百天嗎 確定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記得 所以特別說出來服妳了 你很愛便宜吃 好啊 我承認是我自己很喜歡吃這裡的烤肉 我今天趕高趕到一半 我就突然好想吃烤肉 然後我一直忍 一直忍到妳下班 才找妳出來吃 那妳今天有什麼東西都沒吃啊 有啦 我有吃蘇打餅乾跟汽水 你有吃些沒有營養的東西 有 有營養 有營養的東西 有營養的東西 送完這一套 好嘛 我今天真的就很忙嘛 很忙 很忙很忙 到底接幾個試試啊 四個 四個 那你怎麼忙過來的 我就少追一點啊 少吃一點就好了 反正我女朋友都陪我聊天 有時間多得不得了 好啦不說這個了啦 你今天跟我怎麼樣還順利嗎 你知道嗎 今天日本那個招昌老師啊 突然提前來了 我以為他是一般的客人 就幫他服務啊 不曉得他滿不滿意 可是後來啊 他竟然指定我做他的助理耶 可能很好啊 一定可以跟他學到很多 但是他看起來好嚴肅 超嚴格的耶 奇怪啦 這日本來的大師有這麼厲害嗎 我們八年抗戰不都打贏了 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關雪莉 現在怎麼變成一個大叔啦 誰是大叔啦 不過也是啦 我幹嘛自己嚇自己 但是 球球一直很希望 可以在招昌老師旁邊實行 不知道他會不會很失望 是 那他現在狀況怎麼樣 應該結尾加進吧 我今天也留下來陪球球練習 所以才這麼晚下班 老師下週要檢查他的減法技術 我覺得啊 球球現在最缺少的就是自信 我陪他練習應該會好很多吧 我覺得他一直對工作都很有熱情 妳的確應該多關心他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你關心別人 你很煩 我平常不是超關心你的 你對我好我當然知道 可是能夠看到你對別人也付出關心 而且這個人剛好又是我的朋友 我覺得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欣慰 欣慰 怎麼感覺你好像是大人 在誇獎小孩 你做得好當然要稱讚你 齊小雲小朋友 喂 不准再叫我齊小雲 我偏要 齊小雲 關小麗 閉嘴吃肉 超飽的 幹嘛把我養那麼胖 肚子都出來了 欸 你不是說要獎勵我嗎 嘴巴說得不算喔 什麼意思啊 我最近這麼認真 總該有些獎勵吧 你認真什麼了 我認真生活 認真工作 認真當私人 我還更認真當你男朋友 可是這不是都是你應該做的嗎 對你男朋友也太嚴格了吧 那你要什麼獎勵 幫幫他喔 我一直愛著過去 愛著你 而我的來就好笑 我才明白 天啊 下來 先說一遍 是乾脆溫暖 光彩 我認真生活 認真工作 認真當司機 我還更認真當你男朋友耶 可是這不是都是你應該做的嗎 對你男朋友也太嚴格了吧 那你要什麼獎勵 幫幫幫他喔 時間不早了 不要回家睡覺了 你黑眼鏡好重喔 不然雪莉妳這樣很敷衍 我說了這實話 奇蕭映小朋友 我覺得妳有可能的爛 你看 妳幼不幼稚 算了 誰叫我活該倒楣愛上妳 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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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帽 安全帽 小朋友 不過 情人來說 快快咱 快咱 回來了 來吧 酷 然後看一下 看看 太要老淨了 嗯 跟琪琪去吃宵夜了 琪琪最近好不好啊 很好啊 接了一些案子 她想要自己賺生活費 那這樣很辛苦啊 她想自食其力啊 誰叫你女人我啊 老是說她幼稚 你老說人家幼稚啊 這不太好吧 男人也是有自尊心的 我跟你說啊 學禮啊 我覺得 你應該要多多表現出來 你對琪琪的關心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她 很在意她的話 你用不著害怕 你一定要讓她知道 讓她明白你的心裡有個塌 爸 我知道了 我記得琪琪是學設計的 會拍照是嗎 怎麼了 我有幾件事情 想拜託她幫忙 一個呢 是希望她來幫我們家拍照 就是關真妮結婚的那天 她跟我們家人都熟 如果她來拍照 我們大家也會比較輕鬆自在 沒問題 我跟她說 好 第二個 我想請她幫你媽拍照 是這樣子的 我跟你爸聊了一下 我希望能夠在網上啊 弄一個部落格 上面寫一點 我生病以來這段時間的親身經歷 然後呢 再介紹一下 你媽發明 開創出來這麼多的養生食譜 可以幫助很多的癌症病友 小瑜她爸爸的癌症 復發了 復發 那是不是表示病情不樂觀 這還說不一定 但是這件事情 讓我感觸很深 所以我就想 鼓勵病友是可以實際一點的 比方說我把我個人的經驗提供出來 分享一些養生之道 還有你媽開創出來 這麼多實際的養生食譜 順便的 把老爸我個人的經歷 人生的哲學也拿出來談一談 很好 其實爸也可以多參考一些 年輕人的想法 不見得要急著把自己的想法 放在部落格上面 有時候分享 也是邀請別人來分享 妳說的有道理 我看接下來我要搞部落格的事情 就要請教妳 爸妳不用擔心 總是交給我就好了 妳看啊 妳要老爸打字啊 寫寫文章 我就把它當做跟妳們聊天 平常寫信一樣 這沒有什麼 可是呢 妳老爸實在是跟不上時代 我剛剛啊找了好久 說要弄這個部落格 我實在是搞不清楚 這該怎麼辦啊 沒關係我來做就好了 好啊 是不是照片真的應該多放一點 大家比較容易喜歡看 爸也別擔心 照片的事就交給其余好了 好啊 那爸 妳有沒有想要放在哪一個網站上面 什麼意思 爸也不太懂 沒關係 我們先從幾個比較大的網站 開始看起來好玩 再看看部落格要放在哪裡 像這個啊 就是現在年輕人都很喜歡上的 喂 歡迎光 零 有沒有什麼吃的啊 我在跟你講話耶 欸妳這媽寶裝什麼褲啊 妳這幾天為什麼都沒來 我來不來幹什麼事啊 妳是不是又跑去偷東西 妳 妳會不會管太寬啊 算了 我剛剛下班很累 懶得跟你在這邊演我相處 再見 欸妳不要走啦 快吃吧 快吃吧 這好屁喔 欸 妳以後不要偷東西了啦 如果妳想吃東西 來比利商店找我就好了啊 偷東西真的很不好耶 偷東西真的很不好耶 你看啊 如果妳又像上次那樣 被那個先生發現 被送到警察局怎麼辦 妳真的很娘們 簡直是比我媽 還不行 我在想啊 如果我是妳媽 我也會真的很不希望看到我女兒 靠偷東西過日子 而且啊 就算妳沒有親人 妳也有很多關心妳的人啊 像那個育幼院的老師啊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育幼院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反正我就是知道啦 還有啊 那個叫妳燕子姐姐的小女生啊 她也很關心妳啊 還有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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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啦 我也很關心妳啊 是朋友那種關心喔 對不起啊 幹嘛對不起啊 就 抽了妳錢包啊 沒關係啦 反正裡面也沒什麼錢啊 不是沒什麼 是根本什麼都沒有 欸 我是大人有大量好心原諒妳耶 妳怎麼講話這麼急扯啊 總之 我以後不會再做東西了 死在是被妳唠叨到怕了 知道就好 這些剩下的妳慢慢吃 不要又噎到了 欸 喂 不要這樣 我以壓力 愛著過去 愛著妳 而我的來 就好 我才明白 填不上來 切心底心感 就會滿燙光彩 這些剩下的你慢慢吃 不要又噎到了 下次再動手動腳 信不信我砍亂你的手 你 每天多帶點水果 堅持你 吃什麼水果 外咖啡 不過他剛剛是不是說 他明天還會再來 好 喂 你好 請問是齊先生嗎 是 我是 你好 我是針記剪刀 你訂做的剪刀已經好了 明天就可以過來拿了 真的嗎 這麼快 好 那我 不好意思 等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 我可以下個禮拜 再去拿嗎 沒問題 好 謝謝 問一下什麼時候才收不到錢 喂 小馬 這麼快打給我什麼事 打給我什麼事 什麼 收不到錢 他們為什麼不給錢 我們案子都交了 還要改 我們都改了八次了 上面有花的 那不是第一款嗎 那不是第一款嗎 你這樣怎麼來得及嗎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居然收不到錢 我知道了 那是給雪莉買剪刀的錢 你看 家裡的窗簾整個換掉 然後換成白色的 上面之後還有內絲 然後整個窗戶一打開的時候 那個風一吹 我們的那個蕾絲窗簾 就會飛啊飛 會很浪漫 而且很公主風 可是小公主 妳這個窗簾 用白色的 又加雷 其實這樣子不擋光 妳不喜歡 那就算了 奶奶也說過 要以富為天 其實 其實也還好 這個 好 妳喜歡的我就喜歡 我們就用白色加雷斯 真的 OK 然後我們的床 然後原本是單人床對不對 要換成雙人床 還要換成白色的公主風 然後上面 最好有那個沙可以飄下來 還有 我們的衣櫃太小了 要換大一點的 我那天在雜誌上 看到一個粉紅色的衣櫃 粉紅色 而且也是 公主風 好 公主風就用公主風 只要是妳喜歡的 我就喜歡 好不好 妳好好 妳怎麼那麼好 妳好 沒問題 一切依妳 好不好 那我明天就去選家具 好 妳就盡量選 依妳喜歡就選 好不好 OK 等一下 喂 我陳勇志 是 好 我馬上過去 好 妳等我 好 拜拜 主任找我 我先出去一下 在這邊等一下 還要你忙 好 奶奶說得沒錯 老公都喜歡聽 以夫為天這句話 我的天對我好好 沒有水 筆呢 怎麼都沒有原子筆 請 這個是小犬嗎 宇翰十八歲生日 小犬叫宇翰 你怎麼不能對我好好 好 他說這個 我結婚前都不讓我排刀 那個 宇翰是你兒子 那我上次跟你要照片 你幹嘛還說沒有 我怕妳看了會生氣 拜託 我都跟你要了 我怎麼可能會生氣 你真的是太小看我了 可是你兒子怎麼長得跟你 好像不太像 他這個五官 長得比較像邵華 奶奶有一件事情 他說錯了 什麼事 他說醜人的基因比較強 其實也有例外的 可是宇翰好像不愛笑 你明明是他生日 他臉幹嘛那麼錯 因為那次生日 我整整遲到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那是因為我的病人 臨時出狀況 我趕不回去 那他也不能怪你 當醫生的 本來就是要以救人為重 我告訴你 如果說我為了救人 他的人生中十七個生日 我都錯過了 妳覺得他應不應該 有資格怪我 那你不是幾乎 全部都錯過了嗎 他十八歲生日那一次 我千拜託萬拜託 他再答應出來跟我吃飯 一塊過生日 我還越了少華 我想說一家人 一塊吃飯 幫他慶祝一下 他還開心的傳情去跟想說 他很期待 結果 我 我又再一次讓他失望 我既然內室是這樣 我開彎道之後 馬上趕到餐廳 他一點不高興 結果他只被我硬拖了 照這張照片 轉頭就走 從內室之後 他就再也不理我了 你不要難過 要慢慢來 可能等他再大一點 他就會幫你想了 知道你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不能陪他 你再等他大一點嗎 我以為十八歲已經很大了 媽 你這個歪的 有 有 這邊 妳不要撕了 不是 剪半天才剪好的 不是 媽真的歪掉我了 妳不用 妳不用 歪掉我了 好 美香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忘了準備的 還有什麼東西忘了準備的 還有準備 妳幹嘛 我忘了買雞 買雞幹嘛 這是我們南部的習俗 就是在迎親那一天 那個女方的媽媽要準備兩隻國雞 一隻公的一隻母的 然後用九尺長的那紅袋子 把那個腳全部綁住 然後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然後拿到那個男方的心床底下 他們可以生蛋 生蛋 對 對啊 生蛋 多子多孫多鼓氣 那要是那隻雞 它補生蛋 光拉雞食怎麼辦 媽 人愛的習俗 對啊 我說美香啊 妳這個習俗它說不通啊 妳想啊 咱們要找兩隻活雞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那天大喜的日子 妳總不能喜宴完了之後 我們還提著兩隻活雞 就到處跑啊 拿回家裡面來怎麼辦 是當天晚上就把它宰了吃了嗎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想到配薄了 那關牆妳說網路上有在賣什麼 電子機啊 玩偶機啊 我們買一對不就好了 假的 媽 那個沒關係的 我們還是用九指腸的那紅袋子 把他們兩隻腳這樣綁起來 放在一個新的籃子裡面 這樣不就得了嗎 那生蛋的事怎麼辦 那就順便放一顆蛋進去啊 那蛋如果打破了或者是臭了呢 那我們可以放鹹蛋或者是皮蛋啊 你們是怎樣啊 我就一直在想辦法 你們還是挑剔我 好好好 我們沒有挑剔 你想的辦法都很好 面面俱到 況且啊 你看 妳現在不買活雞了 買什麼電子雞啊玩具雞 那這個意思到了 又不用折磨那一對雞了 媽 那真是一舉兩得 妳說是不是啊 行行行 反正嘛辦喜事不就是個喜俗嘛 來碰碰碰 等一下 你好 喂 ika 喂 瑞德啊 都好都好 是啊 正忙著呢 好你什麼時候飛機啊 要不要去機場接你 不缺 不缺啊 什麼都不缺 我们就缺珍妮的瑞德叔叔 回来大团圆了 你等会儿 妈跟你说话啊 喂 瑞德 好 妈好得很 不用 什么都不用带 现在台湾什么都有 你回来就好了 老师 请 我跟妳中文上课 妳看他在出名吧 他的头发 狠扁狠塌 很少 发量很少 原来用钱 解写线个问题 如果是你 你怎么做 我 我会尽量剪出多层次 还有呢 可以稍微改变发际线 减少突发的危机 还有尽量把层次 拉高 催枕时 使用适合的造型品 各位意见都对了 但是 不够好 现在 我想做只有一件事 就是用不同的剪法 创造Style 而且 不要靠任何 吹跟枕 我会剪 内层次 加上多重层次 很多剪法一起用 所以我需要很多把剪刀 或者是真的 那我可以看 我会飞 这么多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冠冠冠 新娘来了 咱们也别唱 咱们快点就行了 再来是拜别父母 拜别父母 那爸现在要下跪吗 他看我也要跪 我要把女儿养得那么大的 交给你 你说你跪不跪吧 爸 妈 奶奶 我明天就要嫁人了 心冷头云 手很冰 渴望被温暖的握紧 但我即使假装 假装我不在意 谁说是错的时间 错的空间 那不是绝对 我不想吹关吹彩 能不能爱乐 就不后悔 我一直爱着过去 爱着你 而我的泪就好像 雨从不会停 不想要再去压抑 我的心 那些曾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